宜蘭台七甲線36.8公里處 南山村米摩登陸段 昨晚間发生了落石摊坊事故 那么当时还有辆汽车被砸中 幸好车上的人及时逃生 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这个马路布满石头 导致交通一度中断 那么公路总局先派人 用推土机救援被砸中的小轿车 接着再清除路面落石 让汽车可以顺利通行